你他妈你还看不上了 你他还气氛上了 他就长了一张脸 他就飞黄腾达了 谁谁谁谁谁谁谁 谁只长了一张脸 就飞黄腾达 丁真啊 丁真他为什么飞黄腾达 是他妈他为当地的旅游事业 带来巨大的贡献 靠艺祥 那还有个事啊 你说艺祥千基 他那个就容易搞到个编制 在微博上才曾经引过热意 叫艺祥千基 他艺祥千基 他艺祥千基 等一下 大哥你那个你是不是 能不能先把人家名字念 你能不能小学好好学习一下,别整错,别乱 傅海潮啊,那个宇航员 宇航员 人家靠爹妈吗? 那我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 对啊,你又不知道了 所以你前面说出那句什么,都靠爹妈,靠这,靠那 你怎么知道的 那你怎么说的,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呢 你听都没听过 我只是猜想的 诶,长脸 诶,说 你说你在日本 你曾经在日本有生活功能的经历是吗 那我靠关你 你自从日本有生活要和rob ponieważ said 日本语言 会让得 Bert trat 你再让我们自询 日本语言 你又一次自询 我是无疼啊 那么,你懂我的言很不敢 我当然 那我相信你了 我他妈的在油管 19年就拍视频 我用你相信吗 你谁呀 我他妈19年就在油管拍视频 我一直在东京拍的 你相信我 说这谎干嘛 我他妈10年就在日本 我在日本拿的博士学位 然后在日本工作了 2021年年底回帝国 我妈还用你相信吗 你康慈别度跟我 寄出几句日语 你要干啥 不告诉你 咋的啊 你还要网报 还是咋的啊 上次问私人问题了 有兵问是你 不有事说事 你要干啥 我他妈在油管的频道名 就叫东京自干五 就跟波士顿原脸 原脸就 我叫东京自干五 长脸传媒 他叫波士顿自干五 原脸传媒 他是模仿我这个名起的 你要干啥 那个猫猫头头 你怎么听着年纪轻轻的 怎么这么一股子 那种油 就是那种老人味那么重啊 这么油腻 我来考考你这么油腻的这种手法 你怎么你到底在哪学的呀 就你一天都晚到底混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老年社区吗 你啊 你就是你对一些哈 你你对一些 你看不上的一些某那个女UP主啊 对不对 那边这不是经常那种 普姓男很爱干的一个一个一个活吗 哎 我来考考你 你你你你你你 就是年纪稍微大 你那种跌位重的那些那些男的啊 爱搞这些东西也就算了 因为他也活不了活不了多久了 油腻也就油腻了 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你这个你之前 你这个自称17岁的一个人 你从哪学了这么这么这么个 这么个油腻味啊 啊 你到底你到底平常都 你的社交圈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神奇的一个群体呀 怎么这么油啊你啊 就是我不是人身攻击你 我是真好奇啊 其实现在这个重油腻的跌位 已经这么低龄化了吗 啊 跟病毒样式的 还跑到跑到常恋直播 就来我来考考你考考来了啊 这还考日语来了啊你 就是嗯 你们刚刚谈高考 嗯 高考现在已经没 不像 嗯 二十年前 嗯 你可以不参加 别考了啊 我不用像不像了 我不挺 我已经参加过了 已经参加过了 我是过来的 你不是17岁吗 怎么参加过了呢 嗯 大一了怎么没参加呀 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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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你科普 不用你科普了 哎 你还想说啥 高考知道了吗 和二十年 二十年前你懂吗 那时候大学生少 现在大学扩招 玩咋了 玩咋了 他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 都知道我意思吗 社会上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 嗯 所以大学生现在很多都找不到工作 对呀 所以 所以放二十年前 你他妈就是个高中生 你还跟我说啥呀 兄弟 啊 你连大学都考不上 你玩着你 你就感受今天好时候了 你还有个大学练 嗯 他你对呀 你二十年前的话 你能你能有我长脸学习好吗 我就二十年前考一大学 就我跟你说哈 就你你这你这水平 你放二十二三十年前啊 你连中专你都考不上 不是现在的大学生太多 没有用 理解不理解 是你他们你们这些人没有用 你不理解啊 不是大学生没有用 大学生里面人才也是很多的 理解吗 啊 是你们这些人没有用 他们自己没用 不要怪到学历上 我觉得那个 二三十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四五十年 几十年前 他们人家人家考考大学 是真他妈学技术的 人家学出来 这真他妈是国家 就是就是按照我 按需要我设专业 按这个 哪个专业需要我就设哪个 哪个人才 你们这些人没用 知道吗 他们怪到学历 怪到大学 怪到专业上面 你搞搞清楚哈 不要本末倒置了 你这么说 那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招聘什么大学生 要学历干嘛呀 是不是 为什么还看学历呢 人家这招都是有用的人啊 你是你是有用的吗 你不是呀 你啥也不会呀 就换 你就是换了个文凭出来的呀 这边扯大学生没用 你不搞笑的吗 我就这么跟你说 我爸 我爸 他还是工作之后 考了个韩寿 念了个本科 原先他就高中学历 但是他他妈能辅导 我们家 我们家 那个其他晚辈 大学生出 那个高考前 高考前 他能辅导人家功课的 你能吗 你现在能吗 我让你去高考吧 你能考几分呀你 我爸 就我爸那个年代的人 到现在你问他 那些物理定理 张口就来 侃侃而谈 好不好 你能吗 你们这些人能吗 现在有这个水平吗 还能保持吗 过了高考 还挺参加高考 你知道那个 那高考都是 我觉得这个高中的这个 10月3年的学习 只是应试教育 只是为了能应付那一场考试 他根本没有 我们学到什么实际的东西 而且你就算大学 现在大学的可能扩展 我发现别学了 别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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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 不是 你连死记应背的应试教育 你他妈都学不好 你还能学什么 我他妈就已经有标准答案 放在那边 让你念 让你考 让你去背了 你他妈都考不好 你还能学什么 你还能学什么 真的有用的东西 你应试教育 标准答案放那了 让你去考试 你都他妈考不好 你跟我这边扯 应试教育没用 你不用说了 就是真没用 我同意你的观点 我同意你的观点 学习没用 别学了 好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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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书无用论 他读书肯定是有用 别学了 别学了 你要以市场化的观点来看 如今的社会 它是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 已经也不需要这么多的 它的人才 专业不对合 因为你很多大学的东西 学了 你很多教来都是 别学了 别学了 你出去找工作 别学了 不是 一边让你们念个大学 学费20年没涨价 给你们这个机会念 一边你们给人抱怨 哎呀 学这个没有学那样的 一边让你们别学了 玩你们还有别的说的 你想咋的 不行出国吧 别在中国学了 求求你们了 不不不 那就啥不不不的 这个国家配不上你们 把你们给耽误了 影响你们前途了 好吧 嗯 他20年前的 就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值不值钱不用你们说啊 就是那你早生20年不就完了吗 嗯 对不对 谁叫你他妈不被投胎了 是不是 他10年前 嗯 研究生都已经开始 没有你说这干啥呀 兄弟 我我就是20年前的高考的 啊 他现在他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大学多于梗 他研究生不如梗 不是研究生遍地子 他大学本科不如梗 那你就不如梗 那不用的 那那没有吧 那你为啥要念呢 他不念又不行了 那咋不行呢 我求你念的 还是谁求你念的兄弟 他一年你知道能 多出几百个 几百个 不是不是 问你话呢 就是你说 哎没用 没用 没用 你为啥要念 别人都念 我能不念吗 为啥呀 别人别人死去 你也死啊 那我 那不就得了吗 这个两个问题啊 这个是 别人 两个概念 你不能互生一样 不是 那别人还有出国的呢 你咋不出国呢 没钱呢 那你为别人有钱呢 你咋没钱呢 那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呀 这就是你自己不行嘛 是不行的呀 最后 你也不知道 哎 回答不上来 哎呀 那我也不知道啊 那为啥你两个能出国 你出不去 嗯 是吧 嗯 这不 你是不是 你这为什么 就是靠爹妈嘛 喂 我没有 嗯 我爹妈挺穷的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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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讲一句 好吧 你竞争不过别人 你就 你就说别人靠爹妈 就靠别人 就靠别人靠爹妈 你这种人 一辈子就往愣着都不好兄弟 因为你归因归错了 我是日本文部科学省 给我的讲一句 求我让我去日本的 好吧 嗯 一个月15 一个月当年是17万元 嗯 好吧 那以前 大学生是天之交子 他现在大学生毕业 既然被人称作小镇做题家了 那是你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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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什么样是天之交子 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是天之交子 以前大学 20年前 那确实是天之交子 你现在 你现在 叫做小镇做题家了 你都不知道有事 你现在 你现在985 985也是天之交子 好吧 不是 你是 你是真的知道小镇做题家 是什么意思吗 你不就是做题 他妈没做过别人 你两个20年前就考的985 你今天能不能考上985 你跑去给我装笔 不撩不撩 你看很多985 这个大学生 就到底 到底 到底你知道什么叫做小镇做题家呀 你一个 你那妈 你一个 一个北上广深的人 考上了 考上大学 也被叫小镇做题家吗 啊 现在大学生都被叫小镇做题家 你到底是从哪儿得出来这种结论的 你是吗 我首先请问你 你是不是 你有资格被叫小镇做题家吗 你是 你知道什么叫小镇做题家吗 小镇做题家现在是学霸的另称 别称 你是吗 啊 985有你分吗 211有你分吗 你哪个大学的呀 还小镇 还看不上小镇做题家了 还你现在 我不是看不上小镇做题家 我是说这种现象 那你在气氛 那你在气氛什么 那你在气氛什么 你这么这么气氛 不就是觉得不应该被称作小镇做题家吗 那我先告诉你的 小镇做题家是现在学霸的别称 你他妈你还看不上了 你这还气氛上了 他就长了一张脸 他就飞黄腾达了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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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长 谁只长了一张脸就就就飞黄腾达啊 丁真呢 丁真他为什么飞黄腾达是他妈他为当地的旅游事业带了带来巨大的贡献 你他妈就平下脸吗 对啊那人家人家有纯真的笑容啊 你有没有呢 那为什么你不纯真呢 那对小镇做题家来说公平吗 怎么不公平呢 人家你小镇做题家 你也得能为这个事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啊 你才能做天智交职啊 否则你凭什么呢 就凭他妈你考上一个985考上一个大学 你他妈就天智交职了 你对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啊 我再问你 我再问你 你对社会做了什么贡献 人家丁真拉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啊 人家当地政府他妈的给他 就肯定了他的当地的人民 是吧 群众也肯定了他对当地做的贡献啊 你他妈以为你考上个大学 你就觉得你是天智交职了 那考个大学就人上人了是吧 考个大学他妈就看不起 看不起人家 人家给人家给当地做了贡献的人 你做了什么贡献啊 你气 你气啥呀 你我就问你嘛 我就问你嘛 人家丁真都给 人家丁真可是 可是他们当地的什么所谓的旅游大使啊 人家确确实实 对吧 给经济给当地做出了贡献 你做了什么贡献 你在那边气 你有什么好气的 还丁真 你认为他们不就是又愁 你是要么就是脑子脑子比不上人家 展向展向比不上人家 对不对 傻傻都比不上人家 然后就觉得 这个是靠脸 这个是靠蝶嘛 不就是吗 你气你气什么 请问你气的点是什么 你要是能像 你要是我都不说丁真了好不好 你当凡能像那些某些阿婆主啊 给相间那个什么农村带带货 对不对 给农民 创那点收入 我也认你是人才是天资胶子啊 你做得到吗 你能做得到什么 你说嘛 你至今为止 你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国家 做过什么巨大的贡献吗 你他妈配的 你不用问我 你先回答我 我刚刚说说了吗 他拉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 这还不够吗 他是 就凭他 他妈能拉得动 他自己想什么能 长得比听真 长得比丁真帅 长得比丁真帅 长得比丁真成人多了去了 凭什么就他 为什么不能是你 这世界上就他妈丁真一个长得好看的人 是吧 就是兄弟 你这个思维方式的话 就会 就会我现在跟你说 因为你说 你自称是起 是吧 那个 你这个思维方式 就会导致你一辈子一事无成 别人成功了 他是靠爹吗 他是靠啥 他是靠啥 你归因归错了 是吧 你看那些搞嫦娥六号的 也都是大学毕业生 对不对 你看那些在各行各业 取得很多成就的 也都是大学毕业生 你那个登上登上登上 你明白这意思吗 那个寒天人 那个谁 就是那个对着那个一产必讲 照相那个人 那个寒云 就是你老把你自己 你不行归因于外界 就会导致你这辈子 你会抱怨一辈子 你会归因一辈子 有可能还真是外界的人 贵海潮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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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不耽误你一辈子 就是一事无成 能明白这意思吗 就比如说 我说我当年 你两个一出去日本留学 你第一反应是 那你靠爹吗 你都不了解我 你说你靠爹吗 要不你先了解了解 是不是 我当年是拿着日本政府奖约金去的 他求我必须去 我说那我勉为其难去吧 你要不要先跟你两个道歉 你约完他 上来张口碧河说你两个是靠爹吗 先道歉来 我能混到今天这步 虽然我混的不算太好 先道歉 但是我觉得我混的还可以 我向他抱歉 那桂海潮怎么说 桂海潮 靠爹妈妈人家 桂海潮 那个宇航员 宇航员 人家靠爹妈妈 那我不知道 又不知道 那我怎么知道呢 杨丽文 对啊你又不知道了 所以你前面他妈的说出那句 那你前面说出那句什么 都靠爹妈 靠这靠那的 你说出来 你怎么知道呢 那你怎么说的 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呢 你听都没听过 我只猜想那点 哥肯定是靠爹妈呀 你猜就可以随便乱 随便乱这么说出来 否定别人对吧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的逻辑对吗 靠意想 那还有个事啊 你像意想签计 他那个就容易搞得个编制 在微博上 还曾经有过热议 叫意想签计 他 意想签计 等一下 你给人名都不错了 叫意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 你刚才不是说 你是小镇做题家 你刚才不是说 你是小镇做题家吗 你不是大学生吗 意想签计 大学生怎么还读错词呢 你这玩意 你怎么会 就是杨跟祥 你都分不清楚的吗 发音 意想签计 你就你这样 你怎么 你这样 你怎么能自称 自己是小镇做题家 我是真不理解 你这题咋做的 你咋做的题啊 你就是做题 没做过别人呗 所以你在这边 在这边不高兴了吗 是不是生气了吗 那不管什么呀 这还不是重点吗 还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这还不是重点 自己都讲笑了 你看看 是你没指的 这个人都是你 你出来了 重量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 就凭你这个 连人家名字都念不清楚的人 那人家进编制 跟你都没有关系 知道吧 就是你没有自个 因为这个 广大的学子来说公平吗 那不重要 跟你没有关系 那跟你真没关系 理解吧 广大学子 广大学子 让广大学子 上这跟我联系来 而且当年他那个事情 他那个事情 你别代表广大学子 你别代表你自己 他那个事情闹得也挺大 网络上也批判了很多 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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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谓的说什么 他是天之交子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流 是认为他是天之交子的 你不要偷放概念 就是你前面说的说什么 现在的大学生变成小 小振作题家 以前的大学生是天之交子 现在也没有人认为 他能够这样子进编制 他是天之交子 理解吗 但是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可以 丁真 我已经讲过了 丁真理由 我已经讲过了 他竟是进的 所谓的所有有特殊贡献的 破格录取 这是完全合规的 没什么好说的 你有特殊贡献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我现在重点不是丁真 丁真进不进哪边 而是你他妈的 没有这个能力进 你没有任何特殊贡献 也不是 他们进不进 你也进不去 也不是人家抢了你的机会 理解吗 你当反你他妈能 能拉动你当地的经济 能帮你当地的人民 脱贫自负 你也能进 好不好 你去当地 自然都会有人 给你申请 就像日本求着 常年去留学 人家会求着你进编制 你不行 不是人家 不是人家 把你的机会抢了 是你自己 他妈没有这个能力 日本当年 我出国是这样的 我当年 他刚才很不服气 他说 他说他还他妈求呢 然后就在日本求 他很不服气 你知道吗 反正他主动给我 发的文部科学省的讲一剑 因为我出国那年 是什么情况 我运气也比较好 日本当年推出 30万留学生计划 这属于他们的国策 就希望大家都过来了解 日本文化都怎么怎么的 所以给 你不还要抗日本政府羊毛吗 不行吗 不行吗 你在心疼吗 你在心疼日本政府吗 还是咋了 日本政府都没说啥 你说 我是 这什么叫抗羊毛 人家出的政策 是这个样子的 日本政府就是愿意 给出来的东西 这怎么叫抗羊毛 行我抗了 蛮咋了 我就好了 我不光抗他政府羊毛 我在日本 我还抗别的 那个什么什么田红 考不上大学 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理解吗 丢人的是什么 丢人的是像这个猫猫头头这样 自己考不上 觉得是别人抢了他的机会 我考上了呀 你考上了 你人家名字都念不对啊 你怎么考上的 你走后门的吗你 对啊 我严重 你是靠爹妈吧 我严重怀疑你是走关系 你是靠爹妈上了大学 你连人家那个名字 那么那么记 那个字其实挺基础的 玉玺的喜啊 你就念不出来 我只是发音不准 发音不准不就是不认智吗 你一个中国人 你怎么会发音不准呢 是考笑吧 发音不准 你以为是英国吗 你有千喜吗 我知道日喜 日喜 怎么不知道呀 你开始是怎么讲 千禧 记记 我样子我就没有听懂 他到底讲什么你知道吗 你只念对了一个意思 你就别摆车了兄弟 你这么撒破大棍有意思吗 我严重怀疑你这个大学 是走后门禁的 你才是靠爹妈靠关系 你的文化水平 你的文化水平 跟你所谓的本科学历 一点都不匹配啊 连我 所以我就说了 你就我就严重怀疑你啊 几百万就不值钱 不值钱 几百万又不值钱 不值钱 确实不值钱 所以呢 那你把学历扔了吗 几百万 所以你说你不值钱 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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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念了 我就劝你们就别念了 就跟我劝那些人 不念又不行了 那咋不行了 不值钱 没有用了呀 没有用了 有什么好行不行的 那所以你想咋的 你到底念还是不念 你跟我说学历 值钱不值钱 刚好 你念还是不念吗 给个通话话 不是我很好奇 你他妈连字字都念不清楚了 你到底是怎么上的大学 对 一边说的不值钱 一边 你怎么考上的呀 你跟我试试 难不成还捐钱 所以对呀 你就靠关系啊 你靠爹妈呀 你就是啊 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边说 自己都靠关系 不是 你跟我试试看 你跟我试试看 你不就进了吗 你就进了呀 你就是最好的证据啊 你说你是哪个大学的 看我举不举报你 凭本事的呀 凭本事 中文都念不清楚 你还凭本事 嗯 基本的 这么基本的字 你都念不清楚 你还凭本事 你凭的是什么本事 靠关系嘛 再说他文革 语文高考译 拉不了多少分 你拉不了 拉不了 这是基本的文化素养 这是基本的文化素养 嗯 就是就是这种人 你觉得你说 兄弟 撒河达古尔斯 挺无聊的 就是说哎呀 学历不值钱了 我也我也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了 学历不值钱 我说你别念了 哎呦我不能不念了 不要转移话题呀 没有转移话题呀 这你就不要念了嘛 你都不管 就不要念了 不要念了嘛 不要念了嘛 不是 不是 你是在说 你上来先说 聊的学历 因为明天高考嘛 那你就去走人家的那条路嘛 没有转移话题呀 对不对 你提的话题呀 你觉得哪条路 学历不值钱了 你别念了嘛 这还说啥呀 你觉得谁的路 他妈的 现在之前 你就去走谁的路 不就好了吗 不就得了吗 你去呗 我感觉你们 对弱势群体没有 你哪弱了 你哪弱势群体了 刚骂那个用户叫什么 叫房校园 我刚看你们骂的 他怎么就弱势群体了 他怎么就弱势群体了 一个账号背后 他说我也说 我他妈我明天跳楼 我是弱势群体 我也活不下去了 我上嘴皮 下嘴皮一碰他妈 我就弱势群体了 我就得同情他 不同情他 你们就道德绑架我 我也活不下去了 我他妈一个月 我都没有收入啊 我零收入啊 脸哥活不下去了 现在 我吃肉串 已经只吃猪肉的了 我零收 我没有收入 所以你不同情我 你就是不同情 弱势群体 然后就被一顿 道德绑架 是不是 我就是失业的人 我就是没有工作的人 那我是不是弱势群体啊 你他妈上来 跟我这边吵架 你不应该给我捐点钱吗 你同情弱势群体 来啊赶紧的 上个见吧 现在老穷了 一个评论区 上个见长吧 评论区他妈上来 说两句 他妈我活不下去了 这弱势群体了 我一个实实在在的 一个无业人员 你看人小四 还给我99个电池呢 那怎么 我不是弱势群体吗 你在那边双标什么 你在那边双标什么 我一个家庭主妇 没有工作的人 对不对 我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呢 有些人他妈还能负债 还能因为还不起贷款去 老铁们那你脸哥 B站B站不知名 阿盘主脸哥 活不下去了呀 是弱势群体啊 我是不是弱势群体 我就问你嘛 我没工作 我失业了 还要被这些既得利益者骂呀 让我问他 我是不是弱势群体 问你话呢 你不是同情弱势群体吗 你怎么不同情同情我呀 你个双标怪 怎么挂了呢 怎么挂了呢 怎么好了呢 他挂的啊 不是我们搞的啊 我还等着他回答呢 就是评论区什么 一个上下 就是嘴巴 不知道敲的什么 都说自己要活不下去 这样这样的 弱势群体就来了 就来了 然后就 然后就开始老套路 道德绑架 你不同情我 你他妈你就不行 你就不够善良 我一个 我一个就是 我一个在那边 就是他说的 没有工作的人 对不对 是不是 也是一个不值钱的 非毕不正 对 也是一个不值钱的 一个非非 那种名牌大学毕业的 一个 那个什么是吧 学渣 我不是 我不是弱势群体 我不是你知道吗 他居然说我不是 我俩 我俩都连自己的房子都没卖 我们 我们连房子都没有的人 这种人有什么 跟他们有什么好聊的 有什么好聊的 上来就 我就 哎呦 我弱势群体 你说你有理 是吧 就薛定恶的弱势群体 就在他们眼里 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 我就告诉你 不要上来一个人说他 一个人说自己 我没工作了 我找不到工作了 或者我怎么怎么地的时候 你就能盼望他的弱势群体 不是按照这个标准的 理解吧 对不对 你看 你看我 我是 我符合他们 我符合他们说的一切弱势群体的这个硬性要求 但是你们看我弱吗 对不对 你还不弱 一天被我做八遍 还不弱